不是他露出真面目 随着中国的变化 我们都变了 可是因为我们看到中国这些具体的行为 基辛格的变化很多 你看他99岁 他不是那样一个很固执的一个老头 他还能重新考虑这些问题 他也是看着中国的具体的行为 而改变主义 不是他一直是怀着这个态度 最近他的真面目 才出现的根本不是 他看中国的行为改了 中国是产生了一个 不只是对美国 是对国际持续 我觉得是因为他觉得 中国是产生了一个威胁 当然他也承认 美国如果不处理好中美关系 美国也会对他自己 对全世界产生一个威胁 基辛格批评中国 他同时也是进行自我批评 非常的简锐 中国到现在为止 还是给他讲一个自己最完美的一个故事 我们一直是受害者 因为我们是受害者 因为那个有一个所谓的那个白年 那个耻辱的 白年耻辱 白年耻辱的这些经验 这个就是说明中国是永远最道德 别的国家会侵犯或者侮辱中国 可是我们肯定不会侮辱或者侵犯别的国家 这个只不过是中国给自己讲的故事 别的国家都不信 好的 没有一个信的 基辛格也不例外 所以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进行那个自我反省 如果我们做的都是对的 全世界的人不笨 他们也不是从骨子里敌视中国 后来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我们意识到今后中国所有的经济和技术发展 为的是增加中国的所谓的综合国家势力 而且那个综合国家势力 为的是改变国际秩序 让它变得更被自由 所以我们对着干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3月9号星期四 今天首先给大家分享的是美国之音 他最近做了一个采访 我认为呢 这个采访呢 他做的很棒 他采访的是美国的一个智库 叫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的所长 叫戴博 那美国这个智库研究所 他的主要工作呢 就是研究中国 研究中美关系 这个智库 他是以基辛格的名字命名的 所以呢 大家呢 也就可以知道 这个智库 他跟基辛格本人的关系 肯定呢 会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那现在这个智库的负责人 他去谈论这个基辛格 应该呢 也是能够反映基辛格本人的态度 能够反映基辛格本人 他现在对于中国 还有他对中美关系的这个看法 那基辛格这个名字 还有这个人 大家肯定呢 都是比较熟悉的 特别呢 是对于中国的网友们来说 因为 自从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基辛格 这位美国的这个前国务卿 他呢 就一直呢 被中国官方呢 是亲定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大家注意 狗狗在这用了一个很棒的词啊 亲定 因为在这个中国舆论里边 特别呢 是在中国的官媒上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这个词呢 他其实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式的 这么一个头衔啊 这个词呢 你并不是说 随随便便就可以用的 只有中国官方亲定以后 这个词才能够用在一些外国人的身上 这个呢 就会让这些外国人呢 去荣耀一辈子 这个呢 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这个词啊 他呢 就相当于 在大清朝那时候 皇上预测一件这个黄马褂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这个称号 对于外国人来说呢 也差不多 是这个意思 基辛格 他呢 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已经被中国官方是亲定为是这个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这么一个美国人啊 因为这个美国政府的前国务卿 而且呢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基辛格 他是历经四代中国最高领导层 从邓小平时代 到江泽民时代 再到胡锦涛时代 再到习近平时代 基辛格呢 他一直都能够保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这几十年里边啊 基本上但凡是基辛格到中国 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都是会亲自的见他啊 会非常的给他面子 那这几十年以来 基辛格本人 还有他代言的这个美国的商业利益 凭借基辛格这个中国人民老朋友这个关系 肯定呢也就能够从中国呢是赚了很多钱啊 像这些呢都是可以想象的 美国之音他最近做了这个采访是说呢 现在美中两国关系呢是不断恶化 中国官方和官媒呢在不断指责美国呢是包藏祸心 在遏制中国崛起 甚至说连基辛格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呢也不例外 说中国官媒是指责基辛格啊 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所以呢这个美国之音的记者呢最近就采访了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的负责人 请他发表对这个事的看法 大家从那个影片开头的那个采访视频里边也都看到了 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的这位负责人戴博 他说呢其实基辛格本人在为人和做学术这方面并没有怎么变 基辛格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这个看法有改变 主要是中国自己的这个行为最近这些年以来变化太大 中国政府自己呢真的是需要对这些呢进行自我的反省和这个自我批评 其实这位戴博他表达的意思就是 就是因为最近几年来中国变成战狼了 所以呢就导致基辛格本人他对中国的看法呢也发生了改变 狗哥认为呢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的这位负责人啊 这个戴博他在这个采访里边讲的是非常的棒 也反映出来他对中国呢是非常的了解 像中国人的这个百年耻辱这种感觉这种心态 狗哥呢可以确定啊这个呢对这方面的认知 即便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自己呢都不知道都意识不到 所以呢这个呢就反映出这个戴博他对中国真的是非常的了解 美国之音对他的这个采访的完整的视频链接 狗呢也会在今天影片的留言区呢置顶 建议大家呢都去完整的看一下 狗哥呢自古一来就讲美国这些啊研究中国的学者 他们对中国的这种认知水平 整体上比中国的内心研究美国的学者的水平呢不知道要高多少倍 像这个中国最著名啊最网红的这个所谓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 金灿荣他研究美国的水平 他对美国的认知跟基辛格研究所的这个研究中国的戴博比起来 那金灿荣他肯定的就是这个纯垃圾啊真的是纯的 这方面呢这个对比啊水平高下 其实呢也是能够决定中美这两个国家进行较量 他们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中国人的这个老祖宗啊早就讲过了 叫什么这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对不对啊 你看人家这个戴博人家就可以讲 所以呢我们怼着干 怼啊这么一个非常高深的中文词人家都能够很正确的用 相比较之下狗哥呢是可以确定金灿荣他绝对没有能力用同一个水平的英文词 狗哥呢可以确定金灿荣他根本连这个美国网络上流行什么词 他就根本不知道所以呢就高下立判 狗哥呢自古以来就讲一夜之秋啊 在这呢通过一个怼字就可以知道中美最后较量的这个成败结局 当然了这个金灿荣他在中国墙里边演国师 他能够挣到了钱 狗哥呢也可以确定肯定呢 比美国的这位学者戴博要多很多 所以呢从这点上讲 金灿荣呢他肯定是赢了 而且呢他赢的肯定呢不止两倍 这个呢是狗哥必须要吐槽了一点 另外对美国之音的这个采访呢狗哥呢也有一个疑问啊 他说呢现在中国官媒也开始批评中国人民的这个老朋友基辛格 说基辛格呢终于是露出了真面目 但是呢狗哥呢是搜索了一下这方面这个新闻 呃到目前为止呢没有发现中国官媒有这么讲的原文啊 就是指控这个基辛格呢是露出了真面目 狗哥看到了基本上都是中国民间的红狼们 最近这两三年以来他们有这么讲 说这个基辛格露出了要对付中国的真面目如何如何 所以呢如果说网友有知道中国官媒有这么批评 基辛格的原文狗哥呢是特别欢迎大家呢能够留言啊提供一下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狗哥认为呢在中美进入这种战略对抗啊 中国越来越战狼的这种大格局之下 如果基辛格他还能够再活几年 那他在以后被明确剥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称号的可能性呢 就会很大 除非基辛格在以后在中美关系这方面呢 他呢也去做哑巴 他在以后对中美关系呢是绝对保持沉默 绝对不再说话 这样的话那一直到了趋势 他能够保持住中国人民老朋友这个黄马挂 才会有这种可能性 这个呢是关于这个事狗哥呢就聊这么多 这两天中国网络上还有一个大的新闻啊 也是跟中国的红狼们小粉红们有关系啊 这个事呢又是他们挑出来的 大家来看报南航一教师课上公开宣扬美国主义好 被学生痛骂是走狗 而且呢这个老师呢他不仅是被粉红学生痛骂的问题 大家来看昨天这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官方 他发的这个情况说明 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发的 说日前网络平台出现我校一教师 在课堂上发表不当言论的网帖 引发舆论关注 我校高度重视 已于第一时间启动调查程序 调查期间暂停该教师的教学工作 下面还说呢 贵校对师德师范问题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 将是调查情况依法依规 严肃处理 也就是说呢 南行的这位老师他呢已经是被停止 被停止教学了 狗哥呢可以判断 这个老师接下来呢也肯定要玩 估计以后啊很难再被允许去教学了 可能呢只能去这个南行的图书馆做这个管理员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种事其实在中国墙里边已经是不算新闻 已经不算是奇怪的事了 自从中国进入这个战狼时代文革2.0时代以后 这种事呢已经是发生过很多了 什么叫文革 文革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对于言论 对于这种观点的表达 人与人之间也相互的进行监视 并且呢通过向官府的举报去祸害别人 这个呢就是文革的一个典型的特点 在这呢狗哥呢要先对中国的红狼们说一句啊 举报一时爽 全家伙葬场 别以为你们现在举报老师很爽 你们现在举报老师很爽 那以后你们自己在工作里边 在生活里边遭到别人举报的那种感觉呢也会很爽 以后你们自己呢被你们自己的家人去举报 被你们自己的孩子去举报 甚至说被你们自己的孩子踢断你们自己的肋骨 如果说你们这个还有孩子的话到时候呢也会是很爽 这个呢就是以前这个文革1.0 跟现在这个文革2.0 在中国人与人之间会有这种相互监视 相互举报 相互告密 完全没人性的状态 肯定呢会有这个小红狼很天真的说啊 我呢又不做坏事 我只看战狼电影 我只爱中国 那我有什么可被举报的 我怎么可能会遭到举报 不可能的 狗哥今天呢要很认真的对你们说 以后在这个文革2.0深入发展的时候 你有没有做坏事 什么叫做坏事 这个呢你自己说了是完全不算的 以后这个文革2.0 它深入发展到1.0的阶段以后 你这个身上有一个小纹身 你脑袋上染一个这个粉红色的毛 你偷偷的喝个咖啡 甚至说你喝个可乐 这个呢都会被认为是做坏事 这些行为都会遭到举报 到时候呢你就会知道这种状态呢会有多爽 到时候呢你就更会去偷着乐了 中国墙里边距离这种状态呢 它其实已经是不远了 最近中国是不是就发生了一个一个女孩子 他因为染了一个粉红色的头发 结果呢就遭到粉红们网报 然后就悲剧的事 这种事其实跟这个老师在课堂上发表什么言论 遭到学生举报被网报 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喜欢举报老师的 跟那些在网络上网报那个女孩子的 肯定都是同一群人 就是中国最广大的这个红狼们 就是一群很无知 同时呢又很恶毒的啊 那个狗在这呢本来是想说他们是垃圾的 但是呢又想了一下啊 他们中的这个绝大多数人呢 应该呢都是年轻人啊 都是还在学校里上学的孩子 所以呢他们现在很无知 也可以原谅一点点啊 希望他们以后在这个遭到铁拳打击以后 能变得会清醒一点点 应该呢是还有救啊 像金灿荣那样的那种呢就是纯垃圾了啊 就是纯粹的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这位老师 据说呢叫陈塞斌 是南航经济与管理学院的老师 中国的很多网友都会知道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它呢是中国的一所非常典型的军工院校 是中国所谓的这个国防妻子之一啊 就是中国军队 他有这个七个干儿子在中国墙里边 这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中国这些学校的学生里边本来这种小粉红 红狼的比例呢就会比较高 狗哥在最近的影片里提到过这个中国的叫军事工业党 流浪地球党 这些在中国的这些军工院校里边都是比例很高的 所以呢南航的这位被粉红学生举报的老师 狗哥呢也不能说他幼稚啊 狗哥自己如果说是在南航或者北航或者北理工 或者哈工大这样的学校做老师 在现在的这种文革2.0的时代 狗哥呢真的会是要看人下菜底 就首先呢要认准哪些学生算是比较清醒的 还有就然后呢去对他们讲一些真实的观点 还有知识那对于这个大多数的小粉红小战狼 对于他们得过且过随便糊弄一下就行了 完全没有必要去努力的点化他们 就像南航的这位老师 他可能呢是想表达一些这个清醒的观点 可能呢他想去点化一下粉红的学生 结果呢反而呢是遭到学生举报 他自己呢也有丢掉工作的这种危险 狗哥呢就三个字评价 不知道在中国已经进入这种文革2.0时代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呢真的是不值得 当然了狗哥在这呢是这个瞎说两句啊 毕竟大家呢每个人自己都有根据自己的意愿去讲话 去行动的自由 只要这种行动没有对其他人的合法权利造成伤害和妨碍 那对于这种行动呢外人呢最好呢也不要去多评价 这个呢是狗哥的一个观点啊 当然还是看一下南航这位老师他在课堂上都讲了哪些这个大逆不道的 结果呢就遭到被举报和停职 第一他说呢美国有枪是一件好事可以保护妇女权益 这个呢是美国更发达更文明更自由的标志 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其实呢犯罪率更低比中国的更安全 第二这位老师说呢中国的经济呢70%是靠出口 如果外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 一大半的中国人呢都会没有饭吃 第三他说呢中国人用的所有电子产品日常生活用品都是欧美的 包括手机电脑相机等 第四说凡是跟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 凡是跟美国搞不好关系的国家呢都穷 所以呢改革开放在实际上呢就是学习西方学习美国跟美国搞好关系 这句话应该是这个前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他讲过的原话啊 现在在中国墙里边竟然也成这个不当言论了 第五他说中国在电动汽车上投入再多也赶不上特斯拉 第六说这个世界上数学物理的成果是全部来自西方 大学这么多定理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命名的 也就是说呢中国对这个地球上的现代文明呢 其实呢没什么贡献 第七他说这个美国的流浪汉多呢是因为在美国呢一犯罪就找不着工作啊 因为不管在哪招职员都要做背景调查 在中国呢即便你犯过罪也没有人去查你的背景啊 不久之后呢照样找工作所以呢中国的流浪汉呢就少 这些呢可能是这位老师他在课堂上发表言论的一部分啊 然后呢这些言论呢就引发了课堂上一些粉红学生的强烈不满 然后呢就有举报 据说在下课以后呢还有学生在黑板上呢是写了一行字 张口好似罚走狗啊骂这位老师呢是罚走狗 说实话狗哥对罚走狗这个词呢还是第一次见到 刚开始呢不知道这个词呢是什么意思啊走狗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呢罚走狗还是第一次看到 然后呢狗哥呢就会查了一下这个词啊才知道这个词呢是来自在中国人民啊自古以来 心目中很伟大的鲁迅先生是鲁迅用过叫丧家的资本家的罚走狗 那中国的红狼们他们会用罚走狗这个词这个呢就说的通了 这个呢并不是说这个中国的粉红们他们真有文化 而是最近这些年他们骂这个资本家骂资本的力量骂的多了 所以呢他们也就知道了资本家的罚走狗这个说法 那男孩的这位老师他在课堂上讲的这些观点呢当然呢会有争议 他的不少观点狗哥自己呢也是不认同 会认为呢很不严谨 但是呢这位老师他在课堂上呢只是在发表观点 他没有对学生有这种言语侮辱的行为 更没有对学生有行为骚扰的这些个行为 所以呢狗哥是自古以来认为课堂上的观点 课堂上的话应该呢是只限于在课堂上去讨论 课堂上的观点问题观点之争都不应该被带到课堂之外 比如说什么校方介入甚至说官府介入这些呢都是不应该的 算了反正在中国文革2.0的这种氛围里边啊 狗哥这么讲呢根本就是这个对狗弹琴 最后狗哥呢就对中国的清醒的学生们说一句啊 就是大家呢最好是远离中国的这些军工院校啊 什么那个国防七子之类的啊 因为在里边呢真的是非常容易就会变傻叉 好了今天的介绍这么多啊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来观看 咱们明天再聊啊拜拜